吞到家 你有訂包裹 有啊 我也是找不到 找很久 都找很久 包商 到超商要找包裹 没那么简单 一进超商 包裹挡在路中间不说 货架两边柜子周围 就连底下缝隙全部塞满 超商已经被包裹大军给进攻 什么槌 这墨山也是一个手机号码 民众要到超商取货 有的要自己找包裹 但是成堆 连店员整理起来 也很厌世 不光是超商 交通部长王国才脸书 PO出一张照片 邮务市整理满地包裹 堆叠起来远看就像积木 仔细看指向旁边 中间有荔枝 左边还有艾文芒果 邮政包裹增加两成四 光是进出整理都没停过 当午节日 这两个礼拜来讲 邮件量真的有增加 大概说增加 反正就是四种 大概一万多件 全台宅配报单 不少包裹转向邮局 为了处理端午节报登邮件 邮局增加人手 还有物流公司 四人接力不断弯腰理货 为了加速消耗堆成小山的货品 让物流顺利作业 真的是忙翻天 记者蔡双介林志慧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